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谢谢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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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 Social Young 这是你送你的 我看你真要自己买 你还买不起 倾 去 舒服吗 王哥 回来 走 哪去 管不着 我是你什么人 你看 我也知道 我只不过是你一个玩物 哎呀 又来了又来了不是 哎 好了好了 我给你买啊 我给你买 五万块钱行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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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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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话 没错 那钱 的确不是我的 可是 我还是买得起的 啊 我知道 你心里喜欢的 肯定呢 不是我这个人 但是呢 我占着这个职位 是吧 我占着这个职位 我就能有钱挣 你呢 你呢 也喜欢我的钱 我手里的钱呢 那都是全变来的 哎呀 王哥 人家可是真心的 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你闹过了 人家真心爱你 你 你是谁啊 你别乱动啊 要不然我报警 你报吧 既然来了 我就不怕你报警 我知道你不敢 王处长 这是你 第几处房子了 哎 哎 哎 这不是我的房子 是我朋友的房子 哦 你朋友还真不少啊 我记得团结小区也有一套吧 你没忘吧 四十两听的那个 我也去光顾过 我还给你打过电话 我以为你早就吃了枪子了呢 没想到你还活得这么滋润 你说 你说你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 看来这上头写的是真的了 你没干什么坏事啊 用不用我给你念念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东西 看来你还是心中有数啊 看来你还是心中有数啊 你以为杀人放火的就是坏蛋啊 像我这样从窗户跳进来的就是坏人 你以为杀人 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你们运用手中的权力 可以利用各种的关系来保护掩盖你们的罪恶 好 上次那些东西是你的 我知道 你是想说偷的 要说偷我还真比不了你们 这么说 你什么都知道 你说吧 你想干什么 要多少钱 说吧 我要你们的命 大哥 大哥 求求你了 别杀我们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大哥 这个兄弟 这个兄弟我好好说 你放我一马 我 我绝对不会 不会忘了你的 你也知道 像我这样干的 绝不是我一个人 你杀 杀得完吗 你要是交上我这个朋友 没有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你信不信 其实 你比我更清楚 你这样干 只能使像我这样的人越埋越深 再说了 公安局能放过你吗 兄弟 这样吧 你拿点东西 我绝不报案 你要是信得过我 以后你还可以来找我 他 也许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要是 vara 也许我 她是谁 我怎么知道她是谁 我不让你回来 你千万不要回来 路上自己小心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打呼机也行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里几个朋友叫我 孟队也过去了 我这个人呢 还就禁不住江 啤酒一喝 再加上几个一口闷 就大了 那洋队在队里喝酒怎么样 他不行 他这个人呢 就是不能喝急酒 要是急着喝 两杯就完 他要是慢着喝 说不定还能喝个三两四两的 他跟你挺熟的 这个你不知道了 他跟我呀 喝再慢的酒也是个罪 对了 那天出事的时候 你和他喝酒了吗 没有 那天 我正处理几个抢黄金的案子 他走得很急 也没跟我打个招呼 我当时选可能是他老婆吧 他那老婆呀 一直病病歪歪的 就那样还生了三千斤呢 也就是咱们金丸子吧 天高皇帝远的 再加上他老婆又是少数民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啊 他肯定是一路到底 快 上 大家别动啊 我们要检查 好 这箱子是你的 这包是你的 这我的 这袋鱼呢 我的 行了 出啥事了 那头等着我送鱼呢 把车直接开情侣队去 你开情侣队 警察同志 有事呢 配合警方执行公务 是你们的责任 知道吗 我们还有事呢 好了 开车 咱俩 怎么了 好了 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抓住他 快 你们都是我们的 送手 好了好了 送手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干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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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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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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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麦是我们的 快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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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放手 快消失了 别打了 你快把他们拉开 住手 别吵了 余公安 你去过我们的 我们洞子是不是玩就走 你想请我们的金麦 老子连这个都看不出 我就帮我们在这儿混了我们 我们呢 我们的 别吵了 别吵了 再吵把你们都轰走 鞋舞来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洋队 他经常喝酒开车吗 就这事啊 也算没了是吗 在咱这个地方啊 权分不大 找的人可倒不少 偷鸡毛狗的 家常里党的 时间长了 喝酒开车 也就算没了是吗 队里那块地皮是怎么回事 对了 老杨啊 他一直在跑这块地皮 后来一个开发公司给了 在市郊的一个地方 现在正盖着呢 大概是六百多块钱 一平方米 我没有急资 是我老朋友急的 大概今天十月份就进工 杨队投资了 没有 他给朋友办了点事 那朋友帮了他一把 这回他一出事啊 我看这房子悬 他帮朋友办的什么事啊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叫个人有个人的道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算啥啊 上面要是查下来 我们呢 也有得说 你们先回去 这么吵吵闹闹的 怎么解决问题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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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啊 回来就是我们 不是 我们好位子 走 走 走吧 你刚刚来还不了解这儿 以后啊 他们要打起来 你还千万别过去 他们打来就不打来 那我也不能看着他们打架不管呢 你想啊 他们掏洞洞改弯的事儿 咱们管得过来吗 再说这刑警队的院里 他们也不敢胡来 不敢胡来 走 乖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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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起来 兄弟 有你的 找什么呀 找个塑料袋 这个行吗 行行行 绿强 中午有鱼吃了 干嘛呢你 看报纸呢 脸怎么的 没事 刚才老假滑了一下 要我帮忙吗 不用 真的 李强 做红烧的好吗 行 都给收拾了 看来有困难还得找民警 废不换 走 走就走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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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江队 你站这儿干嘛呢 等你啊 来介绍一下 僧队 你好 周芳 你好 你好 里边请 好 好样的 真棒 走 周芳 这是我大哥的照片 我大哥为了你 他为了这个洞子被杜耳隆他们给打死了 凶手抓到了吗 断谁啊 十几个人打的 到了医院人就断气了 我知道那个真正的凶手是谁 就是那个杜耳隆 今后不管再有什么事兄弟给你撑着 是 兄弟 金子有价 缘分无价 铁头他们一会叫来 你就别动手了 有你这份情意就够了 你要不收下这金子 兄弟们也不会放过我 我来不是为了金子 为了钱我也就不来了 你把这金子分给兄弟们吧 你知不知道你选择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您要的酒 谢谢啊 我没要酒 是我要的 为我接风 哪有不喝酒的 来 干杯 你想证明什么呀 我不想证明什么 证明你勇敢吗 我只是不希望你还看不起我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看得起你了 看得起看不起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已经来了 而且不可能再回去了 我没说让你回去 好啊 那就接着喝 干杯 这事啊 等等再说吧 等我把关系理顺了 我再告诉你 好吧 就这么着 好 太总 有事啊 黑子这条线漏了 我知道了 先放放再说 这个姓姜的来者不善 他要是动真格的 咱们这批货可就 他一个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有老婆有孩子 他总不会不食人间烟火吧 刚才光头让橘子给收了 这我知道了 听说啊 钩子下面的人 又把咱那四个洞子给抢回去了 啊 毒雅龙昨天晚上把他抢回来了 天皇 告诉下面的人 千万别闹出人命 盖子给我回电话了 他说那四个洞子不要了 他认了 我白送了他三十栋钢材 对了 你去把那个条子要回来啊 行 嗯 开动 嗯 嗯 事情都办好了 办好了 办好了 下去吧 哎 三姐 三姐 你怎么了三姐 怎么了 快醒醒啊 醒醒啊 有多梦了吧 我梦见黄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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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见黄妃从窗子钻进来 掐着我的脖子 是金儿 是金儿 三姐 你别吓唬自己了 黄妃她早就死了 哪有的事啊 她没有死 我觉得肯定没有死 三姐 你别害怕 有我在呢 而且就在附近 她没有死 没有 没有死 三姐 睡觉吧 三姐 三姐 你没事吧 我怎么不饶呢 不饿我呢 我嘴脸还真漂亮 这也很大我 哎 赵弟儿 过来过来 哎 哎 坐这儿 来 好嘞 哪位小姐是新来的 哦 我是 来 跟我来一下 好 你坐一下 我先过去一下 哎 我跟你说啊 就是 哎 我来 哎 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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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脸上伤识怎么回事 没事 昨天他们打架 拉架拉的呗 我昨日怎么没看见呢 你不看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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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爷 我这边有条子 花钱买的 你 你看看 看看 快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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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子是假的 你把菜条子给我找来 嗯 这片是属于我的 你们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假不知道 一分也不能少 一分也不能少 你就是对儿龙啊 小的龙爷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闭嘴 你叫陈琳木是吗 是 是我 我 这块地 是你花钱买的吗 没错 没错 你先看病去吧 去吧 快走吧 去啊 慢着 这片 连警察都不敢跟老子这样说话 你是谁 我就是警察 你以为你是警察 我怕你不成 看来你是从来不怕警察是吧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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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控告你 嘿嘿 Nicki 起来 起来 你就是姜队长吧 你说对了 谢谢姜队长为我们做主 一共是 一百零五 五十 一 二 四 七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 好 正好 拿好药 谢谢您 别客气 谢谢 慢走 再见 谁呀 你看看去吧 好 走 曾队长 我可没犯法 没犯法 没犯法你怎么会到这儿的 走 走 走 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又是那一桃金的 她说她要带我出去 我告诉她我生病了 她就不干了 给你多少 两千 明天上午走 对了 那个里边叫你什么 莉莉 是你自己起的吗 嗯 这名字不好 还是换一个吧 怎么了 都已经叫习惯了 你还是换一个吧 您说我犯了什么法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 你犯没犯法 你自个说了也不算 你们江队长以后 不会不跟我们打交道吧 他刚来只是不了解情况 你还拿你们那公司来威胁我们呢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放老实点 我不是很老实吗 江队长 你可能不认识我吧 我是台总公司的人 你说什么 江队长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又没犯法 人又不是我打的 你凭什么抓我呀 我 我 我只是态度不好 你们那块有多大 我们有合同 合同 你抢了别人的东西 再让别人花钱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买回来 你就是做这种生意的 我没抢 公司有合同 外人不能乱踩 那是上面的事儿 我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合同 你见过吗 我听上面说的 贵尔龙 我看你只会盯着上面 你告诉我 你说的上面是谁 你 揍了一顿 还弄到橘子里了 嗯 好啊 是 是 她 我 那你 不是 那你 我想 想个办法,在歌厅里会会他 行 带一下 是 走 江队 你这一个拘留啊,整个弯子都动了 好了,好了,好了,多谢大家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了啊 哎呀,这又不是酒店开业 你们在这儿噼里啪啦的,我们里边就没法办公了 哎 我们要见江队长,我们要把这些紧急 江队,怎么办 方大,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不在 知道了 哎呀,江队长,江队长 大伙听我说啊,大伙听我说啊 大伙听我说啊,大伙听我说啊 我见江队长啊 谢谢你们大家啊,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哎呀,大家听我说啊 哎呀,你们先回去吧,我们江队长出去办案了 他不在这儿,啊,这位呢 哦,这位啊,就是江队长的助手 你们把东西交给他了 哎,各位,你们听我说几句 对对对 我呢,替江队先谢谢你们 好 你们的心意啊,我们领了 这面锦旗啊,我们也收下 好 等江队长回来,我一定亲手把这面锦旗交给他 好不好 好 大家先回去吧 好,先来吧 先到旗子先上边 好,先上去 哎 谢谢你们啊 好,谢谢啊 好 好 回去吧 好 好 好 金丸子是国家有计划开采的 可这几年呢,一直控制不了 乱采乱挖,损失很大 这些人呢,按理说啊,不应该开采 这事公安也管不了 咱们只能控制这黄金少流失一点 这矿区少出点事啊 我们现在能控制吗 就咱这点力量 国家三令五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可你看电视了没有 这些人你越是不让他干啥,他越干啥 大熊猫敢杀,树林子也敢爬 啥毒水都敢往长江里排 你能把他们怎么样,抓一个就出了十个 可就怕我们连一个都不敢抓 其实呀,抓一个就能抓到十个 可就这一个 老曾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就连我们当警察的都这么想 那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呢 江队,你就浑身是钢能打多少钉子啊 我当初干警察和你想的一样 后来我才明白 这是个系统工程 靠一个人的力量也解决不了问题 江队啊 你的能力没人怀疑 可你不还是来了一个别人不愿意来的地方 当个队长吧 老曾,你这话的意思是忠告啊 还是警告 算经验吧 这事儿,金班子人都知道了 那钩子手下人还放了泡呢 独眼龙也是被这江队长弄进去的 别人谁有这胆啊 放了吗 正审着呢 我不是给他打了电话了吗 他还说,这事难办 因为他现在也得听那个姓江的 可能是要拘留 他们这伙人呢,做事是有点过了 公安局能不收拾他们吗 等放了人再说吧 告诉他们啊,我二胎子可没让他们这么干 不是,那有点失咱们面子吧 面子值多少钱 不能影响失大,你知道吗 你准备点东西 我去一趟公安局 给他们赔个不是 你,你 泰总,这也太丢你的面子了 你给曾队打个招呼 让他们安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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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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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到大的东西 关了几天倒没什么 可是有些事不是咱们公安能管得了的 我说你们的顾虑我能够理解 可是我们总该做到什么 咱们都有老婆孩子 出了咱们这个圈 咱们什么都做不成 咱们能不考虑复杂一些吗 可是有些事情 是我们自己把它考虑得太复杂了 可你简单得了吗 说实话吧 有些事不是咱们不能办 而是你做了之后 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了 我有体会 破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并不难 可有时候你破了一个并不是案子的案子时候 你花在案子之外的精力 要比你搞的案子本身不知道要大多少 老曾啊 我们的身上可都穿着警服呢 快跑culo работ 快跑 哎呀 我就 坚%, ish 字幕完全 P